哈囉,大家好,我是玉如姐 很多朋友問我說我平常在用的那個鐵鍋 到底要去哪裡買 那我今天呢,正好要買一支鐵鍋 那我帶大家來去買鐵鍋 你就找這種水電材料 家庭五金的這種店 來,Let's go 什麼都有,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 這裡全部都是賣廚房用具的 這一支就是我今天要買的鍋子 這個是鐵鍋 它其實上面會跟你講 怎麼樣開鍋,怎麼樣保養鍋子 那這個尺寸是尺一 尺一的話就是,它是 接近33公分的尺寸 比較小一點點 那相對的啊,會有更大的 價格就會不太一樣 像這一支的話是230塊,很便宜 那大家要注意看一下 還有一種,它看起來也像是鐵鍋 像這一支 但它這一支上面 它其實有寫 切記空燒 這種叫做易捷鍋 不一樣 它的塗層不同 對,塗層不一樣 大家不要買錯 這一種的話就是白鐵 這上面它也有跟你講說 切記空燒 我今天要用的是這一支 中華鐵鍋這一支 等一下我們再跟大家示範怎麼開鍋 這兩個就是我平常最常用的鍋子 這一個鍋子是尺三 就是38公分 這一個是尺一 32公分 今天新買的這一個也是尺一 那它其實就是比這一個鍋子 這一個比較省一些 好,上面它有寫 它說把它直接放在爐子上面 大火高溫的燒 然後燒的時候啊,會有味道 一直燒到沒有味道的時候 就可以冷卻後拿去清洗 那我們現在直接照著它的上面的方法 一起來去開鍋 我先把這個鍋子用清潔劑 先把它洗一遍 把它刷一下 尤其像剛才那個油膠的地方 把它刷一下 鍋子把它清洗乾淨以後 我們現在把它火開大 好,先把它燒 這上面有一層工業油 我們現在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一層油把它燒掉 這個時候在燒的時候 其實它會有一個很臭的味道 所以你要把窗戶開到最大 然後抽油煙機也開到最大 燒著燒著起煙吧 對,這個就是要讓它燒 你不用怕 我們現在要把上面的油燒掉 所以我現在把抽油煙機把它打開 好,這個中間燒熱了以後 接下來就是每一個角度都要燒到 好,這個你就把它打斜 或者是你要這樣架著燒也可以 好,就這樣輪著燒 一直燒喔 我上中餐的時候 第一堂課老師教的就是開鍋 因為每一個廚師都要有一把自己的鐵鍋 這一把鐵鍋可以用很久 你們剛才看的那一個 三尺三的那個 尺三的那個 那個已經陪了我二十年了 都不會壞 好,所以你只要開鍋開好 好,要小心燙囉 這樣沿著燒 好,它就是要把上面那個防鏽塗成工業油 可能給它燒掉 好,就這樣子轉著轉著燒 其實你平常的舊的鐵鍋 用久的有時候這邊邊也是會卡一些油 那你一段時間就可以像用這種方式 再把它燒一遍,上面的油就洗得起來了 我現在差不多都燒了十分鐘了 現在已經比較沒有味道了 我先關火 稍微放涼一點點 等一下先用洗結晶再把它洗一次 鍋子還很燙喔 我們從背面這樣子 把它省鮮 降溫了以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再把鍋子把它刷洗一遍 小心燙喔 好,你看這個每個角落都把它刷一遍 你看到這個黑黑的 好,這個就是它的那個油 好,現在把它清洗掉 鍋子洗乾淨以後 我們現在再空燒第二次 跟剛才的步驟一模一樣喔 好,再把它燒一次 好,這一次呢 燒就比較快了 那你看到像它這個顏色都變了 然後已經沒什麼味道了 現在我們再把它關火再去洗一下 現在把它第二次抓洗 好,你還看得到有一些這個黑黑的 把它刷乾淨 現在是第三次空燒了 大家有沒有發現我的臭油煙劑已經關掉了 最主要就是要燒到無臭無味 然後也沒有什麼煙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這個第三次 等一下我們洗完差不多就燒好了 現在已經洗乾淨了 鍋子熱了以後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潤鍋了 好,這潤鍋油可以先多一點沒關係 我們現在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個油燒進來毛細孔裡面 每個地方都讓它潤到喔 好,這個溫度已經拉高了 現在我要來洗鍋子 又要洗鍋 對 讓它潤兩次的鍋子 現在就用洗潔劑再把這個鍋子洗一遍 這一次潤鍋就把鍋子燒到冒煙 這一次毛細孔全開了 把剛才的油再倒進來 就是讓它再潤一次 好,你看現在又冒煙了 這個油已經都吃到這個鍋子裡頭了 這些油倒出來以後 這個油就不要了喔 對 這就倒掉了 然後等一下鍋子洗乾淨以後 基本上就好了 鍋子洗乾淨囉 這一次我們就開火先把它烘乾 烘乾了以後倒一點點 這次倒一點點油進來就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平常啊 要保養鍋子都是這樣 你把它均勻的抹上一層油 這樣就可以把它收起來了 隔絕空氣,避免生鏽 讓它不要生鏽 一般油就可以了 對,一般的油 其實什麼油都可以 好,這樣子基本上就OK了 好,這樣就熄火 你看有沒有閃亮亮 這個鍋子我覺得超好用的 舔鍋最主要是因為它的重量比較輕 平常你一手操作的時候翻鍋都很好用 手比較不會受傷 再來就是你在洗的時候 你用菜瓜布、鋼絲球 你怎麼去刷 你都不用擔心把它的塗層刷掉 它都不會壞 那平常你在用的時候 洗乾淨以後就是像乾的樣子 把它烘乾 烘乾以後上面抹一層油就可以把它掛起來 像我的話我是每天用 我每天用的話我就沒有塗油 我就是直接洗好就掛起來 像我們剛才開鍋 前前後後我就是空燒了三次 然後每次要把它洗乾淨 然後潤鍋兩次就用油把它潤 然後潤兩次 最後一次我們就是用食用油再把它抹一次 這樣全部就OK了 重點是這個鍋子真的超便宜 230 用壞了你也不會心疼 重點是它也不會壞 OK 大家可以試試看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們下期見 拜拜 pressures 每次在上面 到下間的 room 讓筷子們再一個定落 給點測 至此 最後 Aft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